他有一個習慣就是 北到松山持右宮 南到北港朝天宮 我們所知道大概都是這樣 然後就回鸾了 鸾架就回來 等於說白沙屯 可是這一回 頭一次來到了高雄跟屏東 這個很特殊了 然後就一直往南 南到來到高雄 當然民眾非常熱情 白沙屯媽祖有很多的神蹟 我們在頂部上都講過 所以弄吊車 把這個所謂的炮 什麼吊起來放炮 然後迎接他等等 那非常的熱鬧 因為他是非常有慈悲心 然後又非常有個性的一個媽祖 結果當隊伍從這個離港 離港的這個宮離開的時候 在一個土地宮廟的附近 突然發生了一件怪事 什麼怪事呢 有一個阿伯 有一個阿伯 他明明就沒有這個 像那個梅蘭宮 像這個等於說關雲場一樣 他突然間在土地宮前面笑 然後自己就虎自己的虛 然後他做那個動作就像在笑 像在講話幹什麼 可是都沒有聲音 完全都沒有聲音 他在笑嘛對不對 他都沒有聲音喔 他沒有聲音 他只是做動作 他在現場沒有聲音 你說你不是有的人挑戰 要假鬼假怪 阿伯沒必要這樣做 對他有什麼好處 難道只是為了要 又不是網友對不對 要網紅等等 那他們的解釋 台中在無期 我們都知道台中 媽祖很熱鬧嘛 也會繞盡這樣等等 你有沒有注意 你注意看一下 發生什麼事啊 你沒有發現前方霧霧的 對不對 前方霧霧的不是在放鞭炮 是在下大雨 那你沒有發現這裡 好像一滴雨都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 頭前都霧霧大霧霧 然後一直下一直下這樣 那其實前面在下大雨啊 後面媽祖鸾架所在的這個地方呢 完全都沒有 一滴雨都沒有 那麼對於信徒來講 哇他當然認為說 這個是媽祖神蹟啊 那麼展現他的神蹟給大家看啊 哲哲稱奇啊 給各位報告一下 那麼北港朝天宮 我個人所知道的一件 台灣民間傳奇 真正社會新聞啊 全台灣真正破刑案 最快的北港朝天宮 一表情 一表情破案 你知道嗎 台北市議會的議長 然後呢 他的一個助理 偷了他19萬落跑 北港人 那因為議長本身呢 也是北港人 很生氣 就跟台北市行政大隊報案 把行政大隊派人到了北港 對不對 然後配合當地的分級刑事組 因為都抓沒人了 所以要怎麼來 來調天宮這個地方拜拜 跟媽祖拜拜 說要早點破案嘛 行事組長拜拜之後 跟台北市行政大隊說 祝我們趕快破案啊 這個議長啊 這個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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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給他們相片嘛 相片第一次看 既然整個拜拜 那個就是選犯 抓到 一表情 但是一表情 因為我現在不是在說放假 我說真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北港人的助理 有沒有 前提到議長的資料 先把錢藏在屏東的一個老家 他也有北港人 所以他回來想說 我可能會抓到 所以特別早來調天宮這個地方 要拜拜說 媽祖保庇 我不能抓到 媽祖可能保庇壞人嘛 一秒鐘 一秒鐘就給你破案啊 一秒破案北港朝天宮 這也是很特別的奇蹟 再來看一下 其實要在廟裡面說 要延遇 有陰延 有時候你看到廟宮 來自四面八方 不要開玩笑 有些人居然是曾經 身價二十億的股市大亨 對 那我們看到在金山萬里的交界的地方 有一個金山的財神廟 那財神廟的廟宮叫做鄭南興 鄭南興是以前股市化水的堅囊的作手 在民國七十八年七十九年八十年那個時候 台灣的股市叫做瘋狂 那時候產生了很多的作手 之前的老作手叫做四大天王八大金剛 最後就是什麼新嘉義幫 鋼鐵人 我還有一大堆 好幾個都瀑瀑瀑 鄭南興本來是家醫的電信局在上班 一國月差不多六千塊 以前電信局算不錯了 民國六十一年的時候 他 像說那個股票天然說那好賺 他就去照三十萬來做 一國月就賺兩萬塊 兩萬塊是他的薪水六千塊的三百花 從來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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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一千萬多大你知道嗎 我跟那個報告 民國六十四年 我的房間買一間店民二十四便四十二萬 六十七年的一千萬 那種的同樣的店民 可以買幾間買二十五間 所以就很有錢 那間怎麼有風洞 流浪免費 只有一次他們新嘉義幫的聚會 好 大家這裡做去了 在台北聚會 以前都是一代四列 這樣下去這樣一萬 八十萬 把它把它開掉 兩間店民耶 就把它喝掉了 人家就是這樣 因為一般你錢 不是六萬錢 我們也開到比較鬆斜 就把它開掉 開掉了 開掉了 那時候你有一千萬就想要錢 在賺一賺 他曾經身價到二十億 到二十億的時候 他去了楊瑞仁 結果楊瑞仁的案 兩年而已就扒扒 他就給他拿去滾 所以他拿出來之後 還要整個股票下去 哇 兩十億下去了 所以怎麼來 怎麼去 那個時候他們一個朋友說 他應該還有幾億可以用吧 有啦 還是有啦 因為怎麼來 怎麼去呢 結果他們一個朋友說 在金山裡 要蓋一個財神廟 拜託你錄關一下 因為我們男人要山山 金山 銀山 還有江山 所以金山我覺得那個名字不錯 他就出錢下去了 你如果把萬里 沒有人要去拜了你知道嗎 那萬里也要千里萬里了 他也要去那時候 金山得快 一千里就金山了 那裡蓋也有利 有利 對嗎 他就蓋廟 廟蓋好的時候 有人說 廟沒有當署頂 沒有廟公 沒有你來做好嗎 他說 沒有啦 我都做廟公 憲罵而已 才算你會來找他 入夢 他說 我的說 你如果我這個廟 經營就好 我會保備你大賺錢 真的假的 他想說這樣好嗎 我來稍微檢查一下 從那個朝夕宜蘭頭上 天公廟去問天公 這個搬下去 落到太多 所以他從那裡做 這機率很低耶 從那裡做廟公做到這個時候 所以那個時候 他們在探錢 他們在探水 他們的座手都全部都 說得很清楚 都是黑龍學道 我還記得有一個座手做義航 義航差到128塊 義航只有一台唇 長榮海運96台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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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會想說 欸 蜙蜜 我才有可能去買一台唇 的公司128塊 那才好你不買 我會說蜙蜜 笑起來的時候就是這樣 不是 蜙蜜 我會說 長榮96台唇 沉船的機會比較多 他這只有一台唇 比較不準 為什麼 那只有一台唇 你亂講 真的 這樣保留的衝心 那時候很好便 我會說錢吃的時候 大家炒五票的時候很好便 所以說因為無所不用其極 但是錢來得快去得快 他經營當廟公司才發現 其實第一做編第二 不會編 第三做一生 做廟公司排第幾 現在是新的 現在第一集正在 第二開廟公司 第三做廟公司 要走對行 你都走對行 你都走對行 是啊 對啊 好 我們來看看 我希望拜拜 厲害的前程 那麼該還院的時候 要還院 有一個蠻近期的縣四報 就發生在羅老師這邊 是這樣 因為前一個東部的縣長 他有一天啊 他求助我們六小院的龍頭 他有官司 還有家裡的父親的身體啊 在龍總住院 都一直很煩 那一天剛好院長就派了 他身邊的機要秘書啊 王山寺 打電話到陽明山 都希望能夠比照 當時幫院長這個 點七星燈的模式 所以縣長那一天就 封城補補由駕駛 開車到了陽明山去拜拜 結果忽然有一個很大的 一個官司殘舍案件 就判無罪 就大家好高興 包括這個縣長也很高興 包括立委員 王耀德大哥也很高興 那這個事呢 就是一個好事嘛 那可是江泰宮 馬上要註售大會 那廟方就請縣長也能夠 這個共襄盛舉 來參與這場註售大禮 結果縣長一直說他沒空 而且可能當時也比較忙 所以就無法脫身 可能那時候有地震 所以就沒有來 很可惜 就錯過了這個 能夠幫他化解 這個兇險的這一次機會 哎呀就忽然 就發生了十幾年的這個官司弊案 又被判這個要入獄 這是覺得可能明明中 有通知他來參加這個註售大典 他就有錯過這樣的機會 而那天參加這個大典 包括從科匹到所有司議員 全部都當選 包括兩個時代力量很年輕的參選 也高票當選 這個是非常意外的事情 那另外一個比較選的是就是 阿炳總統 當時因為無法把握救醫 包括 我阿炳總統夫人他都講 阿炳你不要說 這個賣不可能幫你幫 意思是說你要把握救醫 是不可能的 因為當時也在這個時間 那天就說元旦就可以出來 然後怎麼樣 把呂修林和副總統也去這個 這個絕食嘛 後來有一天就是江志民 就是他的辦公室主任 跑到楊明山 求助這個加奈公 說到底 因為江志民是一個非常有益氣的 這個主任 他那天就是跪拜加奈公 就求能不能 釋放這個阿炳總統回家過年 結果就當時廟方啊 就譜了一個掛 這個江泰公都刺這個掛 也就是說 欸 竟然是個好掛 就喜鹊來臨啊 就說阿炳他得以保外救醫 而且馬上會保外救醫 所以那天就所有媒體也上山 然後請了十大法師 幫他破了一個叫天羅帝王陣 果不其他阿炳竟然能夠釋放出來 那去年我見了阿炳總統三次 那我們一直很關心他 最後這個特色官司 能不能解決 結果我們找到當時這個牽絲來看 一人進了一人退 代表這個黨主席換人之後 會是一個好的契機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見